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场 今日说法 一项规模不大的工程 一个颇具创意的设计 却引来潮水般的质疑 应该是得到社会赞誉的 而媒体有这样的反响 打错我们所要 是劳民生财还是优势利用 众说纷纭谁来认定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 标志物引发的争议 大家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李东方教授 李教授 最近江苏淮安市 正在修建一个建筑 这个建筑在江苏淮安人的眼里 可不一般 它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的标志建筑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很多人就说 你建这个东西劳民伤财 有的人说你建这个东西 没有意义 那么这个标志进的建筑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为什么它的建设 会引发这么多的争论 我们来看记者发挥的调查 2008年9月 记者赶到了江苏省淮安市 在当地人的指引下 我们来到了一处正在兴建的桥梁 当地人说 引起争议的南北地理分界线标志 就是要建在这座桥上 记者眼前的这座桥规模并不大 似乎很难与南北地理分界线标志 联系在一起 负责建设的总工程师告诉我们 这只是一座步行桥 设计长度127米 属于钢木结构 其实早在5月份就开工了 而大家关注的分界线标志物 将在桥体完工后 安置在桥梁的中央 听说记者来了 淮安市规划局的曹局长也赶到了现场 拿出了整个建设规划的效果图 分界线的标志物映入了记者的眼帘 曹局长介绍说 整个工程的预算为477万元 其中 球状标志物由钢化玻璃制成 造价是87万 大桥造好后 人们往来两岸的广场会很便利 而且过桥时将会穿越 位于桥中央的 这个球状的南北地理分界标志 通过这个桥 连接着之后呢 是成年的旅游的 做一个旋游旅游网 形成一个旋游的一个桶道 显然 设计者希望借助这个色彩绚丽的球体 给参观者留下 森林南北地理分界的直观感受 然而 也正是这个建标志物的想法 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和很多网民的反对 在国内 某网站的网络调查中 反对建设这项工程的网友 竟然占到了九成以上 反对的主要原因是 网民们认为 南北地理之分只是一个模糊概念 应要建一个标志物 划分南北 没什么意义 属于劳民伤财 一位网友就评价说 花钱在这些没意义的事上 不如给老百姓办点实事 那么对于这些看法 淮安的有关人士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项目 事实 应该说是得到社会占预的 而媒体有这样的反响 搭错我们所料 负责华安城建工作的刘副市长说 他们并没有大兴土木 劳民伤财 这座桥不是新建桥 而是解放前留下的一排旧桥墩 这次正是为了省钱 才决定废桥利用 将这座旧桥加固重修 花费只有477万元 而如果单建一座新桥 至少要花600多万元 把旧桥墩加固了一下 在这个旧桥墩上 赋予了它这么一个元素 刘副市长解释说 即使不建这个标志物 旧桥也是要修的 而现在的方案 一方面实现了安置标志物的目的 另一方面 也连接了河两岸的市民广场 方便了市民的观光往来 可以说一举多得 而建这个标志物本身 也并非轻率之举 相反是有着充分依据的 自02003年以来 我们淮安的文化这些人士 向政府建议 在我们古海湖上 我们也建一个 南部地理气候孤独在的 这么一个标志物 在淮安市政府 记者建到了一份 题为淮安应建设 我国南北地理分界线标志的建议书 署名是范成泰 时间是2003年 据说这是最早的提议之一 几经大厅记者找到了 以前是水利工程师 现已退休在下的范成泰 因为当时私立搞旅游规划 发展旅游的话 无非你要有几个吸引人的东西 范老说 秦岭淮河一线 是我国公认的南北地理气候分界线 而古淮河穿淮安城而过 使淮安正好处在这个分界线上 因此他想利用这个独特的优势 建一个标志物 我们本来想法就是搞一个很高的标志 这个标志性的他 范老说 他的提议得到了很多人士的赞同 其中一个有力的支持者 就是淮安市地方治办公室主任 徐德林 我们希望把我们这个城市的 这个地理特点加以张扬宣传出去 让大家 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淮安 是这条分界线上的城市 政府也觉得这种建议也有它的互利性 看来正是通过专家提议 政府认可的途径 这项工程得以上马 并且被确定为淮安市2008年的重点工程 取名为虹桥改造工程 但是网民们却有另外一个反对的理由 那就是秦岭淮河地理分界线是一条线 不是淮安一个点 淮安没有资格建中国的南北地理气候分界线标志 互联网上的一位网友就直白的说道 南北分界不是你说在哪就在哪的 在我国的地图上 处在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上的主要城市 除了江苏的淮安 还有安徽的邦部 河南的信阳等城市 其中信阳的市民就通过媒体表达了质疑 记者也在信阳当地进行了采访 要暗设怀暗的条件 不应该超过信阳 这个信阳的时候在这个东一县南北县 是第一次中心是吧 那您觉得建在哪里 那建在信阳 那比较合适 那我的九道家 我觉得应该是 这儿一这儿是比较合适 那几个城市应该相比信阳来说 它的知名度应该还没有信阳高一点 不少信阳市民表示 信阳比淮安更有资格 建南北地理气候的分界标志 但是淮安的市民却不是梦汉 按照我们此地点 我们这个地方定是最好 本人心很明朗 就是他是个老乡 而且在这个国务上面 这个接纳 接纳这地方还是有的弟弟家人 有类似家人 这个就大家都知道了 南北县基本上是北县 基本上就是南县 对不对 在我们的采访中 淮安市民几乎一致赞同这项工程 但是信阳的专家 又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他们的看法 信阳也可以建 面对来自网络和专业人士的质疑 当初呼吁建设标志物的淮安人士 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我们这个这个市区的话呢 跨淮和两岸 这个我想在这个淮和总长一千公里 在淮和和两岸 跨在淮和两边的城市 我说的可能有点无聊 恐怕找不到 我们这个地方作为南北分界 淮安人认为 无论是地理气候还是文化习俗 淮安地区都体现出南北过渡的特性 因此建一个这样的标志物 淮安是有资格的 同时 淮安也并没有排斥其他城市 建这种标志物的意思 我们不仅没有排斥 沿线的其他城市 甚至我们还计算了 其他一些城市的做法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 早在2006年 安徽邦布市就已经建了一座40多米高的中国南北分界线标志雕塑 但是 不论在哪里建这样的标志物 地方政府是否有权确认南北地理分界线的具体位置 并且冠以中国的名义呢 对这个标志文 它是一个标志文 它是一个南北地理分界 那么它的神秘权在哪里 我们也正在进行理性的思考 所以准确的国民 我们也还要再慎重 如果认为有一些国民 是国家的权项 是省 或者说国家部位的权项 那我们就履行 不论怎样 淮安的有关人士认为 出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 宣传淮河文化 他们这么做 没有什么不妥 至于在外界产生如此大的争议 淮安市的领导是这样看的 我们至少对社会的 或者说我们向网友 至少这方面的解释 而开始呢 有些报道引用的这个概念 引用的这个名词 也不够确当 可能也引起了一些网民的误会 现在争论的焦点集中在 你这个城市有没有权利 就决定说我自己建一个 带有全国性的地理 标志意义的这么一个建筑 需不需要审批 如果说审批 谁来审批 按什么程序来走 这个问题连当地政府 可能都不太明白 我们说这个中国的南北分界线 它是一个重要的地理信息数据 如果说已经确定了的 我们说它就成了一个地理信息的成果 那么国家对这个地理信息成果的 它的利用是专门有规定的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测绘成果管理条例 这个条例里面就规定 像这个信息成果 这个重要的地理信息成果 它的公布是按照法定程序来的 不是说你说在哪就在哪 或者想公布就公布 它这个程序是由国务院 测绘主管部门 它来审核 首先这个带是不是在分界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很科学 准不准确 而依据这些审核以后 觉得这些都是合理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经过主管部门审核以后 报国务院批准 这种情况你才能够公布 所以说秦岭淮河 作为中国南北的分界线 尽管这是一个 大家目前知道的常识性的概念 但是你要利用这样一个 常识性的概念 你要利用这样一个成果 就必须报相关的部门 进行审批之后 你才有可能说去修建这样一种 带有全国性地理标志意义的 这么一个建筑 对了 还有一个就是从科学性来讲 它是一个带状 有宽度的 对 那么你在那一点 它的科学性 其实很多百姓 他也会提出质疑的 不一定是专家 对 他也觉得你这科学性在哪 你这合理吗 对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南北分界线 秦岭淮河 这是大致的这么一条线 对 并不是说它就在淮河中间 对 其实按照我们的常识来讲 它是一个气候带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我国目前有不少城市 都在利用自身的地理资源优势 建一些标志物之类的建筑 你譬如讲 北回归县 在我们国家境内 就有四个标志性建筑 台湾有 广东近代有两个 云南还有一个 显然 大家都在试图 通过这些标志物 提高城市的知名度 这就不免让人担心 在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标志的建设上 会不会也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 目前的情况是 安徽邦部已经建了 淮安正在建设 河南信阳市政府 尽管通过媒体表示 不与淮安争建标志物 但民间要求建的呼声不小 沿线其他城市尚无报道 那么南北地理的分界标志 到底建在哪才适当 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地理学专家 搞这个南北地理分界线 多个省 不能大家一哄而去都来搞 可能是为国家 要组织一个特别有代表意义的 代表这个南北地理分界线的一个点 然后回答是几个城市的代表了 要有统一的规划 统一的建设 或者是各个省要有自己的特色 姚教授表示 在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 标志物的建设问题上 他个人倾向于 旨在有代表性的几个城市建设 但无论怎样 在这些地理标志物的建设上 应不应该有一个规范 怎么做才能更好地体现 这些标志物的价值 应该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 其实江苏淮安修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他们认为恰恰是因为自己这个城市 刚好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上 有这样一种地理的优势资源 但是其他的城市之所以有争议 就是因为其他城市也和你一样 像这样一种资源 究竟应该怎么来分配 法律虽然规定了以公布重要的地理信息数据 要按照程序来 但是法律同时又鼓励公民或者是单位 充分地利用这个信息 因此法律就规定了 以单位也好 是一级政府也好 个人也好 都可以对重要的地理数据 它的公布提建议权 报建议书 那么报了以后 那么国务院相关部门 它有义务来对它进行审核 所以说我们说相关的城市 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 可以去提这个建议 那么这个合不合理 那么国务院 它会全国一盘棋 来考虑这个问题 对这个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 我们也了解到国家测绘局 目前对于这件事情 有了一个最新的表态 那就是南北地理分界线的标志性建筑 建设要按法定程序报批 建在什么地方 怎么个建法 这些问题还都有待于研究 现在很多城市 要利用自身的这种优势资源 来提升城市的发展 这无可厚非 但是从一开始规划的时候 就应该严格的按照法律 法规的程序一步一步的走 只要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发展 是合法的 权威的 同时也是可以进去 感谢您关注本期 甚至说 感谢您到一会儿最新的节目 谢谢 明天同一时间 进入标榜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